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9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节目开始之前 有一件事情要先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 那因为明天晚上 下午是有一个访谈性的节目要做录影 所以在明天台股最前线的节目 我们会暂停一次 那如果说有造成不方便的地方 还请投资朋友能够见谅 好那接下来呢 我想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那指数的部分 从早盘开盘 就是以一个跳空大跌的行情来做开出 而后虽然说一度有呈现收敛跌幅的走势 但整体而言 后续的一个行情大多数的时间 都还是维持沙盘的架构 尤其是到了尾盘的时候 还出现大单向下去做贯押 把整个指数压到今天 同时也是这个波段的最低点 中场台北股市是下跌了344点 来到了10977点 好那当然这个今天下跌344点 这是创下1月30号 当时跌了大概700点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农历年后最大的单日下跌幅度 那当然出现这样子的一个下跌幅度 它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我想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一个节目当中 当时有跟大家谈到 我认为以这个美国股市的一个技术形态来看 它应该会有一个开低之后 震荡走高的机会 那的确如果说我们单纯以这个 礼拜五到穷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 它也的确是出现了开低之后震荡走高 但为什么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修正幅度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跟疫情有关系 因为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美国它的一个疫情几乎是全面性的一个爆发 因此当因为毕竟过去 不论是SARS也好 或者是H1N1也好 基本上美国其实都没有太大的一个灾情传出 所以这一次 这终于扫到了一个美国之后 我想市场的一个恐慌气氛是比较浓厚的 因此在今天早上开盘 六点钟这个稻穷期开盘的时候 当时事实上就下跌超过了1000点 因此你加上上个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 当时稻穷跌的256点 换句话说市场要一口气 反应超过1200点的下跌 当然就造成今天行情这样的一个结果 但问如何 当大家看到今天的一个外资卖超 545亿 它已经是台北股市有史以来 历史第三大的一个单日卖超之后 我相信大家这个时候 应该对于行情都会有一些恐慌存在 但是像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 短线上面我不敢讲说一定会出现强谈 但是至少短线上 它会有一个稍稍指纹的机会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 我想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录节目的这个时间点 现在是晚上的8点38分 这个时候的台指期盘后是下跌了137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下跌幅度 因为你如果过去看夏老师的节目的话 你会知道说我们会去讲这个收盘的时候 那个时候稻穷期是跌多少 那代表市场预期的一个反应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大家看了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奇怪 为什么这个台股收盘之前 那个时候的稻穷期大概就下跌1200多点 那为什么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但台指期的盘后反而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下杀 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今天的一个美股的电子盘的部分 它出现了所谓的熔断 什么东西叫熔断呢 就是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保险司的概念 就是不要让你那个变链箱烧起来 就是你如果那个电压过载的时候 它就自己先断掉 简单来讲就是当涨跌幅超过一个幅度的时候 它会先做暂停的交易 或者是限制你在哪一个范围里面去做 去做这个交易的一个部分 那我如果说我们以今天盘中的一个状况来看 因为电子盘它限定在5%嘛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你在最多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只能够跌5% 那大家可以看到 不论是道琼企业好 纳斯达克企业好 或者是S&P企业好 它大概都维持在4.8%到4.9%的下跌幅度 这个反映一件事情 市场会担心一个状况就是说 当这个行情正式开盘之后 顺带一提 因为今天是下令时间 所以美国股市的交易会从晚上的9点半开始 那简单来讲就是当这个美国股市开盘 它是因为大家会认为说 它是因为限制的关系 所以没有跌下去 然后开盘之后可以跌到7% 那如果跌到7%之后 会暂停交易15分钟 然后再往下到13% 然后再往下到20% 如果到了20% 就是当天的时间全部停止交易 这个是所谓的美国股市的一个熔断机制 因此无论如何呢 大家会担心开盘之后会不会跌得更多 这个是造成现阶段台指期盘后 大跌超过120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刚刚之所以谈到就是说 短线上面我认为投资朋友 不要再去做杀低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你可以从两个角度 我认为事实上可以看出 外资它其实并没有想要再进一步 大幅度往下去做灌压 的原因在哪里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整体的 期货市场的角度来看 你可以看到包括了 当然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这个数字它不是直接加上去 有些投资朋友会觉得说 反正昨天多少 加这里交易金额多少它就是多少 但你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你要看的是它未平仓量的增见 简单讲 今天的一个多方未平仓增加了4800多扣 然后这个空单的一个未平仓 减少了4200多扣 那这个是数学问题吗 这个加了4800多 这个减了4200多 所以你合计起来 大概就是9100口的多单 这个是造成今天未平仓量 31376口的结果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在于说 这个往上涨 当然它有一半是来自于空单回补 有一半是来自于多单增加 它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筹码结构 但整体来讲 至少空单开始补单 至少多单开始进场的时候 当然大家在某种程度上面 会认为这个行情好像有点跌过头 这样的一个现象 然后另外我们再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 虽然说这个观念不太对 就是在台湾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 都把这个商品当作是一个避险的商品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它会有这个保管费 经理费用的一个扣除 所以这个原本它就是属于那种 即便没有动 你的那个进尺都会越来越少的一个商品 所以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做这个富邦mix 但是我简单告诉大家就是说 通常以这个状况来看 在美国股市已经看到大跌的状况之下 其实外资会呈现比较积极性的买超 但是你发现过去这几天 他们最主要其实都是站在调节的一个方向 因此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 当然可能开低还是避免不了 但是我想开低之后有没有先指吻 或者是开低之后有没有走高的机会 我想从今天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两个重点上面 我倒是认为大家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 不用说全然性的一个悲观 所以这个部分 毕竟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是呈现破底 所以既然主体不成带量破底的话 那我们就先看我们刚刚所谈到的这两个条件 它能不能够带动台北股市出现指吻 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说以最终如果还是下跌1200多点的话 因为我刚刚讲了嘛 台北股市在一点半左右 它反映的是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最终跌的是这个点数的话 我记得我们看到的好像是1230几点 所以我扣掉礼拜五当时的收盘家去扣这1230几点的话 道琼应该要看24637 那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如果最终能够跌在这里 但是我必须要谈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台北股市已经反映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毕竟跌1000多点 不是跌100多点 所以这个部分它还是会造成开低的现象 但当你看到这个点数附近 或者是这个点数以上 那代表台北股市明天开低之后 它会有往上拉高的机会 那甚至如果说再积极一点 因为我应该这样子说就是 每股大概开盘就会跌1200点 这个是确定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因为后面还有六个半小时的行情 对不对 它如果能够收在跌818点到613点左右 我是认为说有机会去做一个开评的动作 那为什么是这个点位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在分析稿当中 其实有跟大家谈到 那个时候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倒穷期 在我们的一个收盘之前 就一点半的时候 它是下跌1227点 所以你如果最终跌的点数 只有这个的三分之二 就是等于说往上拉了三分之一 或者是二分之一的幅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它就会有一个开评的机会 甚至它有直接开评的机会 但问如何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于 因为我们过去有谈到 它有四天的一个多方时间 对不对 但是今天的一个行情出现 这样的一个转折向下失败之后 我还是认为大家还是要把整个现金的比重 去做一个拉高 所以这个部分 我包括我今天 我获利出了一档股票 然后我也停损了一档股票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 当然我稍后我会跟大家讲 我停损那档个股是什么 但问如何 我就是要把我的现金 应该说把现金的比重拉高到六成 那每一组的会员只剩下两档的一个个股 那这个部分 你要趁着反弹的时候去调节弱势股 我想我一直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 那当时大家会觉得 我在看看 我在凹凹看 我在看有没有比较好的价格 但是到了今天 即便我告诉你说 行情可能短线会做质问 但是我觉得大家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你不要把时间往后推之后 你会变得比较被动 稍后我会举例子跟大家去说明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你要趁着你可以调节的时候 快点去做调节 那这个时候拉高现金比重 如果要做短线操作的话 以营收跟法人的一个个股为主 好 这个部分呢 是我们认为现阶段 大家可能要比较着重的一个重点 那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 弱势股要怎么样去做调整的话 一样 我们希望尽可能能够帮助到投资朋友 所以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你有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加入 消失台股最前线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 交的方式 你可以输入我们Lite ID 小鼠NAE2953I 或者是扫描画面当中 你所看到这个QR Code 都可以加入到台股最前线Lite的一个好友家族 有什么样持股上面的一个问题 你都可以透过这个Lite来做发问 那如果说你不方便加 或者是不会加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服务电话 02-8101-0630 02-8101-0630 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透过这两种方式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接下来 那当然如果说你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话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2020年谷底翻身 加量不加价 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那虽然说下午时间挺准的 我稍后一样 我会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但是我要跟大家谈的一个重点是 以这个行情来讲 我想我们的手上的个股 已经表现算是相对强势 那这些个股它强势 它有它的一个原因存在 我想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 再来跟大家去做提醒 但是这个时间点 我想我们要跟大家谈的重点 还是在于个股的调节上面 你看我举个举击档 我们过去有跟大家所谈过的个股作为例子 比如说像是2345的智邦 那智邦的部分 当时我是小幅度获利出场 因为我发现这个股价的走势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所以当时我们是小赚的状况之下 我先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但当时我一直告诉大家 就是说我们在出场的时候 其实有告诉大家 然后它后续股价跳空往下跌的时候 我想我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谈到 这个股票 它应该是属于那种 外资会拉解套行情的一个个股 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你看到 它从今年以来 不要说去年买了多少 你光今年以来 它就买了16598张 成本在175块钱上下 但因为距离不是很远 所以它有拉那个解套行情的条件存在 所以当时我们要跟 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说 这个股价 它回到月线跟季线的 那个区间当中的问题不大 那当时的这个月线是176 季线是168.89 所以当时我们就告诉大家 这个股价来到175 176 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是当时法人的一个成本 但当时我也告诉大家了 你要再往上去做公高 也就是你要封闭这个缺口 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成交量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想这个部分呢 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今天这一档 当然今天行情表现比较差 是事实但是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的一个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如果你去对应下方 这个所谓的成交的一个表现来看 你看22天的一个移动军量 就是月军量的部分 它是6719张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6719张嘛对不对 所以它并没有达到所谓的 这个月军量的一个水准 如果说你以这个昨天的这个 应该说礼拜五的这根十字线来看的话 它其实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当时你大概就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说那它可能没有办法 很顺利的去填补缺口 因为这个缺口的上缘是179块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你就应该要适时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你看这一来一回的时间 我想不要说出在最高点179了 如果说以礼拜五的收盘价 2345的质帮在礼拜五的收盘价 是来到178块 也就是说这高低点的差距 它差了10块钱的一个空间 当然如果说你现阶段 手上还有这一档个股的投资朋友 我也还是要告诉大家 毕竟到目前为止 即便今天的量能有稍稍比昨天来的大 它有达到月军量的水准 但是整体来讲 它也没有那种决定性的长黑的时候 我认为只要行情有稳住的话 它应该还有再回来一次的机会 但是你要记得 因为现阶段就是区间 既然是区间 但行情表现又不好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只要有那种高点 或者是说没有赔到钱 成本附近 我觉得你就应该要先做退场 后续能不能够攻过去 这个当然要亮人来探 但是我是觉得说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行情稍稍指稳 它会有反弹的机会 但再谈起来 你要留意那个短线出场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以这档个股来看 当然我们是出在这个位置 那跌下来 当然我必须讲就是说 好即便你出来这个价格 说真的 要赔也赔不了多少钱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 你至少不用忍受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煎熬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是我们告诉大家 你要适时的去做一些调整持股的动作原因在这里 好 那另外一档个股是什么 另外一档个股标准的 2454的联发科 联发科的部分当时 事实上我记得 我应该不是在2月7号里面 我应该在1月份 我就已经跟大家谈到这一档个股 你要留意一件事情 当时我们有谈到 这个技术形态是什么 是头肩顶 对不对 所以头肩顶的状况之下 当时我们有算等幅测距给大家 这个价格是 这个价格是406块 然后406.5 然后这也是464块 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计算 往下来做计算的话 它的一个等幅测距 应该是会有机会 来到这个349块钱附近的价格 所以当时我有跟大家讲 当你谈此来到 这个月纪线 月线跟纪线的一个位置 或者是外资的 投信的一个成本 410块到420块的时候 你应该适时去做一些调节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联发科 这一波的一个股价 后续它的一个股价 涨到最高是412块 是进入到 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那个区间 410到420块 那虽然说这几天 这个 那个投信的部分 开始有稍稍去做一些回补持故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 外资它是加入到一个 卖超的行列里面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这一档个股要 短线上面立刻出现反弹 它的时间可能没有来这么快 你必须要等 投信的筹码也沉淀了 然后外资的筹码也沉淀的时候 它才比较容易出现一个跌身板台的机会 但整体而言 一样我就告诉大家 虽然我就是 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就告诉大家什么 因为很简单的概念 我现在我手上我没有连八颗 但是因为有很多投资朋友问这一档个股 所以我想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那这一档个股 因为当时讲的是349块半 349349块半的价格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前面的低点353.5 那如果说你 虽然说没有说百分之百一比一 但是以这个价格来看 也大概就差不多就是这里了 所以短线上面 我认为破这里的机会 其实也不会太大 也不会太大 但这个部分呢 一样你要在趁着有反弹的时候 你要去做调整 因为我们可以从 这个所谓的一个联发科 如果说从外资从12月18号 开始去站在一个卖超的方向来看的话 它的卖超的一个成本 实际上你会发现 就是因为外资或者说投信的部分 它在400块钱以上 它就拼命卖超 最近其实反而没有什么 太大的动作的时候 它的一个成本 其实不太会出现 那种大幅度向下去做压低 所以你看这个部分 如果说我从2019年的12月18号 到今天 今天的3月9号这个时间 我们看外资的一个卖超 400 428 当然428是比较极端 那你可以看到 大多数都是落在400块钱上下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就是说 当然这一波的反弹 如果说单纯就反弹来讲 它不太容易回到那个价格 但是我倒是觉得 你只要能够碰月线 或者是月线站上一点点 我觉得你就要去留意 那个短线出场的时间点 因为毕竟以这一波的那个 肺炎的疫情 它是比较冲击中国的一个市场需求 所以这个部分 因为需求下滑的关系 所以我就会反弹到法人的一个成本 大家应该要先行去做退场 那来到这个价格 我是认为往下破底的空间 应该不会太大了 但是一样的概念 如果你在这边早早就把它出掉了 我想其实你就不用摆到现在 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你要去积极调整你手上持股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第三档个股 我们来看一下2317的鸿海 好那鸿海的部分 当然我过去我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这一个波段 它上来买了93万张成本 在85到87 这个是整个买超的过程里面 好但是我们在上个 上个礼拜五的节目里面 当时我们有跟大家谈到 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 外资从农历年后出了9.8万张 成本大概是在82到83 那当时我们是跟大家谈 80到86块2 这个看法是不变的 但改变趋势要做带量突破 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有没有呈现带量 这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2317的鸿海 好鸿海的部分 如果说以这个今天的一个成交来看 当然下方就很明显 今天稍稍有呈现放量 要去改变原本的惯性 80块钱 当然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 很大的成交量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在于 这里虽然收盘价也是跌破80块 对不对 这也是79块 79块2吧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79块2 但是它是红黑帽 这里是收79块1 它收的是黑黑帽 所以它的股价上面表现稍微比较弱势一点 这个是我要去提醒大家的 那后续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后续的重点在哪里 在这个价格 77块3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一个行情 你要第一个 你先看两三天的时间 它能不能够回到80块钱以上 如果回到80块钱以上 因为这里量不是放的特别大 所以它就继续在80到86.2 这个区间当中去做震荡整理 但是你要 你要你要记住的一件事情是在于说 这里是86块3 所以以这个状况来看 这个是9块钱的价差 对不对 所以当我如果带量跌破这个价格呢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往下做等幅嘛 所以它会到 68块 68块3的价格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想说 老师我觉得红海的基本面文好 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提醒股票 也OK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话 说真的啦 我觉得70块钱以下的红海 不算贵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是买在这个整理的平台过程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你不是套得特别深 所以你有那个 先退场观望的机会 那你就记住这个价格 那你不要等到说杀下来之后 再问说怎么办 那当然就会 就会比较难处理一点 好不好 那另外我们再谈一两个股 我们刚刚都讲 我们手上没有的嘛 那我就讲了 就是我们听损我们也告诉大家 但是我会告诉你我为什么听损 所以我希望会员朋友你也可以照着做 如果你是看谢老师的节目 你去买这档股票的 那谢老师对你很抱歉 那当然我们也对会员也很抱歉 但是既然做错了 我们就要该面对该该那个风险要承担的 我们也要承担的 不能够说 事实上我知道大家的操作方式 就是摆着不要管他嘛 对不对 但是但是做投股老师如果做股票都不停损 然后摆在那边 事实上我觉得这样也不对啊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讲 这两个股我今天我砍出去 那砍出去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倒不是说外资在花期的部分在礼拜天的 礼拜六还是礼拜天吧 没有水准吧 在礼拜六礼拜天降低 好但问如何啦 这个部分其实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 它跌破它的平台整理对不对 所以它跌破平台整理 我必须承认我出手的时间晚了一点 我没有第一时间破我就去砍了 因为当时我觉得行情好像没有那么惨 这个是谢老师的错 但是但是该做的动作我们还是要做 因为你只有这样子你才会保护你自己 就是说你看这个价格是48.85 也就是说你这里破下去 合理来讲你应该要看到这个价格 外资给的是这个价格 好但问如何现阶段的行情 现阶段的行情 因为那个不确定性比较高 那金融类股又是那个不确定性最高的 因为第一个你降息嘛 所以原本你在利差的部分你就会稍微比较吃亏一点 那当时我是觉得价格没有差很多啦 我也想看看会不会有成本以上的价格嘛 但是后来掉下来 那掉下来我觉得我们就照着 照着我们的那个该遵守的纪律来做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说不是说只跟你讲好的 我也希望说你知道有可能会出现不好的 但是你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我想我们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 我们一直都在保护大家 对不对 我至少没有带你一直追股票 然后股票套住就不管 没有嘛 我想我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代的很清楚嘛 那另外我今天出了另外一档股票是 6213的连帽啦 那连帽的部分事实上我们分成两笔来出喔 一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出在153嘛 那今天出在149 你平均价格就151块 不多 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降一点资金比重是好的 就是不要说你把它压得太满 压得太满事实上 你看哈 事实上他今天筹码有没有松动 其实没有 但是你如果说你全部都是资金都是满仓的 那你没办法当时啊 你那个转环的空间没有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才会建议大家就是 我才会建议我的会员朋友说 先去做一个获利出场的动作 赚不多啦 但至少你可以有资金抽出来 这个其实会对你后面灵活操作 我觉得会比较有帮助 那目前我们手上还有几档个股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包括了3526的返甲 这个也打回来成本附近了嘛 对但是因为他的筹码 其实不算特别松动啦 营收公布出来不好啦 但是不好也就也就不好啊 因为卖的还是正在卖方嘛 买的还是正在买方嘛 那我们当时我们原本看的就是这个投信的一个买超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是觉得还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了 然后另外包括像是9958的世纪钢 世纪钢的部分当然今天盘中很强啦 那这个很明显的 当然最终他的股价是翻落到平盘之下 但是我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就是说 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他盘面如果能够强势 我这样子说好了啦 如果说他的股价继续跌 我的也跌你的也跌 但是弱势股他会跌得更深嘛 对不对 那你就不好去处理你手上的股票 但强势股的好处在哪里 我为什么不选择今天干脆全部出一出 的原因在哪边 因为这个行情只要先出现持稳的时候 就会由这些强势股他先去做表态 所以我宁愿 我知道少赚的 少赚的或者从原本赚钱变成套柱的 例如说像什么 像3042的经济也是啊 对不对 但是我是觉得原本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 你看这个 这个其实很明显是市场恐慌的情绪之下 他所造成的结果 法人也没有出 法人也没有出啊 所以这个部分不是说 不是说法人一定是对的 而是你的操作的纪律 原本就是跟着法人去做进出场 你才会有一个依据嘛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或许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这一波当然套着套嘛 我也不会讲说什么 对但是股票比较强是事实嘛 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他有法人在保护他 那当然后续他们如果砍仓了 那我们就跟着砍嘛 那你会说原本赚钱变成赔钱 那你要去想一个问题就是 你对一档股票 他会比你停损十次赚的还要多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保护好自己 照着继续做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重点是说 今天这个行情跌下来没有关系啊 大家心情不好我知道 但是这个部分 心情不好你还是要去面对啊 对不对 不是说不是说 反正股票投的我就长期投资啊 老实朋友这是这是一万一千点 虽然说今天跌破了一万一千点 但是这个也对于台北股市而言 它也是历史的高涨区啊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是认为说 该调整的东西还是要做调整啊 要不然你一报 报个十年二十年的 万一没有解套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部分没有关系 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就是 现阶段的行情 有机会先停住 当然这个你要看美国股市的表现啊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 我没有办法去预期的东西就是 人的那个恐慌程度啊 因为你技术面当中 你各种你看下午社节目 我想我都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为什么技术面会这样 会这样会这样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市场很恐慌我知道 但是外资在期货市场当中偏多 普空单 那VIX他也没有持续去追空的状况之下 还是要看这个啦 那明天再开下去 除非今天真的离跌1227点差很多 比如说跌到1500跌到2000 那台北股市明天还要再跌 这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冷静一下 当然如果你是被券伤强制的 那就没有办法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冷静 稍微思考一下 这一波谈起来之后 你想要怎么样做股票 这好是也不是绝对的死多头嘛 那只是说我觉得有机会我们先做 那后续如果说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金融的危机或者是风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做调整 好不好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如果说你有持股上面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都欢迎大家透过Lite的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如果说不方便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服务电话 那如果你想要跟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 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一个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趁着这一波2020股底翻身 加量不加价的机会 从4月1号开始做起算 那如果说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也可以透过上述这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3月9号的台股最前线